恶女 在道德边缘上反复试探底线的女性角色 她们一般都是故事里的大女主 人设白切黑 美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冷酷的灵魂 野心 金钱 权力 欲望 只有不断向上的冒险 在强敌环丝的环境下霸气求生 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一旦认定目标 她们就会全神贯注 不达目的 事故罢休 哈喽又见面了 我是全职写作12年的小林 今天专门画了一个有一丢丢美艳的妆 是因为最近看韩剧非常的上头 你们有没有看安娜和夏娃这两部剧 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潜聊一下 恶女这个题材 什么是恶女题材 为什么恶女式的女性角色独具魅力 中外小说界有哪些写恶女题材的大师呢 恶女在所有的文学题材之中 通常是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的 她们就像蛇发女妖美杜莎 在她被周遭伤害之后 会激发出性格中危险的一面 采取极端手段表达愤怒 无视道德伦理 漠视社会法纪 并且对自己的可怕行为毫无回忆 但同时每一个恶女的遭遇 又深得女性读者和女性观众的同情 她们的性格形成于长期被压抑的童年或少女时期 往往遭受过来自于原生家庭的仪器 男性的背叛 以及社会的不断锤炼 这样的故事体验就像品尝伊甸园里的禁果 在佩服女主人公强大的内心和手段的同时 读者和观众也会为她的一个又一个选择而唏嘘 就像安娜里的李又美说的 说到恶女题材就必须要提到日本文学 都说日本文学是恶女题材的发源 而说到写恶女题材的大师 就不得不提到推理作家松本清章 她笔下的黑色皮革手册 成功塑造了凭借一本神秘的皮革手册 不断盗取巨款的原口原子这一形象 东陵银行的派遣员原子 利用职务之变 搜集她工作的银行内 所有做假账的大人物的名单 精心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圈套 连取大量金钱后 从一个沉闷的银行小职员 摇身一变成为了银座的妈妈桑 但又在故事的后半段 被自己精心设下的圈套反噬 导致她努力追选的一切都化为了抛影 读者被原子的经历带进紧张刺激的故事中 既害怕原子败露 又想看原子得逞 宗本清章 作为日本社会派推理的开山鼻祖 其实很擅长写一些 令人印象深刻的恶女形象 她笔下的恶女们都是搞钱能手 爱情在金钱面前完全不知一提 宗本清章笔下的恶女们 往往强大又孤独 充满着人性的矛盾和危险的魅力 黑色皮革手册六次获得影视改编 几乎每一代观众都能从中 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 说到另外一个邪恶女的大师 就是古龙 没错 就是写武侠小说的古龙 古龙喜欢写反英雄式的人物 比如大人物中的千金大小姐田思思 和一直追随她的胖子杨凡 在古龙的江湖世界中 有很多有趣的女性形象 例如流星蝴蝶剑里 快活连的老板娘高老大 小李飞刀里的林仙儿 白玉老虎中的上官连连 还有彩环曲中的石观音 彩环曲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江湖传言黑皮铁屋里 住有江湖第一美人石观音 她自我闭关 并扬言如有人能将她 从隐居的屋子里请出 她不但嫁给这个人 还会将南海的奇珍异宝 悉数赠予 一时间江湖中人 慕南海仙子美色者 屈之若无 但擅闯此物者 却一一送命 不幸邪的游侠柳贺亭 闯入到了黑皮铁屋里 时期不但将这位游侠 耍得团团转 直到新婚之夜才被戳穿了她女魔头的真面目 实力上演了古龙版的Gun Girl 古龙和松本青章笔下的恶女们 在特殊的时代里 摒弃了用身体作为换取利益的筹码 通过脑力和武力 加入到以男性为主的生存角逐之中 他们崇尚平等 不愿意被物化 也不代表正义 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 杀出一条生路 是唯一的选择 就像零四版黑色皮革手册的片尾曲 《Hair Alone》里的歌词唱的 Call me Miss Weaver 不能不说 这样反英雄式的女性故事 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励志 也值得读者们在看完之后 陷入对人性的深深反思 好了 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 暑假来了 大家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 多看一些优秀的小说和电影拉拉片 顺便提高一下写作能力 你看过哪些好看的恶女题材小说和电影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给我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给我三连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见证你的成长